记者同晚新台北报道 媒体日前报道 克罗埃西亚与斯洛维尼亚警方日前与中国联手破获跨国电信诈骗案 知情人士经表示 斯洛维尼亚的部分人士已被遣送回台 未来将接受国内司法调查 欧洲司司长高安指出 外交部正努力与欧洲相关国家强化警政交流合作 判未来能进一步洽签司法互助协议 外交部日前证实 我国人士疑似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 与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遭警方逮捕 其中有36名国人在斯洛维尼亚 61名国人在克罗埃西亚 知情人士经表示 其中在斯洛维尼亚部分台籍人士被以人口贩运受害者遣返回台 而61名在克罗埃西亚 其中两名主贤涉嫌重大 其余59名则会以人口贩运受害者处理 另外波兰警方日前分别在不同城市逮捕 疑似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的中国及与台湾及共48人 以及波兰及两人 知情人士说 因40余名国人分处在11个城市 目前相关案件还在调查中